说新闻 看门道 深度解析新闻 挑战事件真相 请听POP撞新闻 听众朋友早 欢迎收听POP撞新闻 我是黄青龙 今天节目开始 来跟您报告一下 新冠肺炎的疫情的 最新的全球的统计 那么全球确诊的病例 已经突破了140万 达到1414738例 死亡的人数也突破了8万 达到81200例 这是今天早上最新的一个统计 那重灾区当然还是在美国 欧洲的西班牙 意大利 这个都是德国 还有法国的确诊数 也突破了10万 不过目前看起来 最早爆发这个疫情的 这个西班牙 特别是意大利 现在疫情看起来 已经有所缓和 那美国这个礼拜 还是在一个高峰期 但是也许一个礼拜过后 那么可能就会有所 这个和缓下来 好 讲到和缓 今天最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武汉的解封 武汉在1月23号 那么当时疫情的关系 被封城了76天 在今天凌晨正式解除 这个从武汉到 离开武汉 还有离开湖北 整个的通道管控的一个措施 那么就正式的解除 所以这个九省通渠 又重新恢复了 那么这是时隔的76天 1000多万人的一个大城市 那么为了因应疫情 所进行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处理 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 所谨见的一次 那么经过了76天 也付出了巨大的一个代价 终于武汉封闭 终于解除了 所以今天一早 就有大量的人口 那么往外移动 所有武汉通往外地的火车 车子 那么甚至班机全部都客满 那根据统计 那么离开的最多的 离开武汉之后 最多的以火车为例 那么有五万五千多名旅客 是乘坐火车离开武汉的 那么其中前往南边的珠三角 就是广东地区 那么是比较集中的 大概占到四成两万两千多人 这个很多人我想可能都是 回去工作岗位上 因为从湖北到广东 打工的人很多 那现在就来了 广东有一定的压力 那么因为最近 这个所谓的中国大陆讲的 这个无症状的感染者 叫做代菌者 那在这 昨天 这个全中国有70 有30名新增的 这个代菌者 这个感染的一个案例出现 这当中武汉就占了17例 那同时 与武汉解封的同时 广东却因为前两天 开始出现的 这种新增的病例 而把它的风险级别 拉高了 到了终极度 所以在武汉解封的同时 中国大陆现在还得严正以待 希望要预防有第二波的 大流行的出现 好 这是在武汉的部分 那么与此相关的是 有两个重要的人事的一个动向消息 一个是中国的这个地产大亨 也是北京市华远集团的原党委副书记 也是董事长任志强 那结果昨天 北京市西城区纪委 纪监委已经通报了 说纪某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现在正在接受 北京市西城区纪委 区委监委 这个纪律审查跟监察调查 那么这是任志强在3月10号 传出失联之后 那么北京当局第一次证实 他违纪违法 那外界也预料说 他将南逃刑罚 好 这个任志强 是因为在2月底的时候 他发表了一篇文章 3月8号的时候发表了一篇文章 那么他的文章主要是 针对习近平召开 所谓的17万人的 这个应对疫情的一个会议 那么这篇文章当中直接的批评说 这个最高当局是渴望权力的小丑 等等这些文字 那结果发表后没多久 几天之后他就失踪了 传出他的儿子跟助手一块失踪 那么这段时间 有外界有很多的影射 因为才牵动到这个二把手 这个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的动向 为什么会这么讲 是因为任志强他跟王岐山的关系 是从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开始 两个人在就读中学 那么后来去插队做知青 那么在任志强读中学的时候 王岐山还是他的辅导员 那么一起到下乡去做知青 也都在一块 可以说是一个从学伴就在一块的 那么任志强还曾经雇过刘鹤 刘鹤就是现在的国务院副总理 那么来当做当他的兼职的研究员 那么任志强一直都有敢言 敢针对公共政策来发言 活跃在微博曾经拥有3800万名粉丝 那在之前他就曾经因为批评 习近平的若干的作风 据说后来是王岐山出面 帮他力保 但是这一次他写的一个 对直接批评把习近平 影射为小丑的这样的一个文章 那么说是传给朋友而已 但是被公开了 那公开了之后 这个大家在关注的 就是王岐山跟习近平的关系 会不会因为任志强的这个情况 而发生变化 而王岐山已经很多天 大概有三十几天没有露面 但是他在4月3号跟4月4号 连续两天都有两个公务活动现身 他当时的现身就有人在预测说 表示任志强恐怕是保不了了 恐怕是王岐山也是尼菩萨过河 保不了任志强 任志强恐怕就是要被这个 用刑法伺候了 那现在果然 昨天北京市的这个纪委 北京市西城区的纪监委就通报了 任志强现在看起来判刑 这个大概是跑不掉了 好 这个是我们看到在整个围绕着疫情 所引发的政治的一个连锁效应当中的 一个突出人物 任志强的新的动向 好 另外 这个同样引起关注的是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 赵立坚在3月6号主持的记者会 那么接着在3月12号发表一个推特上面说 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这个争议之后 就没有再露脸 昨天他终于又恢复轮值 主持这个中国外交部的记者会 那当然就很多的记者就问到他说 他之前的那一番美军传读 这个论调是不是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 以及他为什么要发布这样的一个言论 目的在哪里 那赵立坚昨天说 请大家一次提问 这些这个问题 让他一次回答 他说 这是一个科学问题 需要听取科学专业的意见 凡事都有因果 所以他在推特个人账户上提出的疑问 是对前一段时间 美国一些政客污名化中国的反应 也反映了中国很多人 对这些污名化做法的一种义愤 好 这是赵立坚在这个时间出来 那么湖北刚好也要解封 那任志强又被已经立案调查 我想这些事情应该说都有连锁效应 那么可能代表的某一种来说 是习近平的对内的这个整个疫情斗争的一则胜利 应该是可以用就这样的一个解读了 好那另外呢国际上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是日本 已经从今天凌晨开始 那么正式宣布包括东京跟大阪在内的七个都府 县周三起凌晨起进入紧急状态 那么不限制部分商户经营 还有要请居民自立避免外出 这个围棋会达到一个月 现在日本的整个确诊病例 如果含这个钻石公主号已经超过5000例了 这的确是一个呈现爆发式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情况 另外呢英国的首相强生 那么住进的这个加护病房 这个引起全球的一个关注 当然首相府说他精神状态良好 现在不需要靠呼吸器 是接受标准的氧气治疗 不过根据英国专家的统计 这个被送到这个加护病房的病人 有五成都活不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关注的 好我们休息一下 好欢迎回到POP状新闻 我们节目现在是东武大学的刘碧荣教授 病人兄早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是这个疫情 那么总是牵动了大家的这种思绪 那这里头我想 昨天早上我在节目上也讲到 一早起来就看到 英国首相这个Boris Johnson 强生啊 这个住到加护病房ICU 这个我刚刚节目也讲 这根据英国统计啊 住到ICU大概有一半左右 可能最后都活不了 出不来了 深层所谓的深切治疗 那所以大家会关注到 当然我们今天没有办法 对疫情对病情做预测了 因为新的消息 首相府也讲说相对是很乐观 但是他们也做了一些 包括谁来暂时代理职务啊 所以我想从两个面向 来跟毕容兄请教啊 就是说当然现在不能假设说 他一定不能够复行事事啊 那也许他还是会可以的 但是呢我们凡是做一个推论啊 像英国这种内阁制的国家 他们都怎么处理这种 所谓的呃代行事事的问题啊 你说像我们台湾的话 我们这种呃体制 总统如果不能有副总统嘛 哈被位 那副总统这不行 然后还行政院长 是后面还有立法院长 那英国内阁制都怎么做的呢 就在认识的像江森这个呢 他是指定他的外向 对外向 他指定外向的代行 代行首相的职权啊 是 那么 但是我就不晓得他这 他到底出来 但一般来讲 他可能就是 指定 然后可能就是一个acting 他是一个代理 代理 代理的可能或者 我们还得开内阁会议 才能够决定 对 然后或者是某种程度的一个 看守政府 是 那我对英国的情形 我们就不是深入了解到 到底是不是 最后还是要进行大选 因为如果说你说 国会还是支持他 国会现在如果还是保守党 还是他多数的 多数的 那就是另推党魁 另推党魁 另外党魁 他就党内要进行选举 党内选举 他就说这党魁呢 如果不信往生了 那就没有党魁了嘛 没有党魁要选择真的党魁 不能永远有人代理 所以他应该是从这个角度来做 但是我看到英国的媒体 在英国的举国 都是为波瑞江森祈祷 是 那么但有人讲到说 每个政治人物都要想到 说生与死的决策 嗯 那么其实 因为这就 这就想到 你就想到 比如危机管理 对 每一个 其实你看这一次的 这一次的事情发生 嗯 有一些学者就讲到 这是一个非常 非常激烈的不确定性 嗯 这就radical uncertainty 不确定 激烈的不确定性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根本不晓得 怎么做决策 嗯 所以每个做决策 就每 你看每一个国家防疫的错 不一样 都是摸着十字过河 对 然后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对 然后互相批评 嗯 但事实上 谁也不晓得 而且你没有用 没有办法用几率来算 嗯 因为几率的话呢 你必须知道 有一件事情 可能会发生 那它发生的 这个几率到底多少 嗯 可是很多像这个 新冠病毒出来以后呢 你根本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事 没错 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你怎么去算 那件事情发生的几率呢 是 是完全没有办法 所以在这里面呢 每一个领导人都面临了一个非常难的一个就是决策 嗯 而他们的决策就影响到整个国家 那么如果这个领导人不幸确诊了 嗯 那他影响到的是他自己的生死 还整个国家的整个整个的 这个这个确实你讲的没有错 因为这个江神的这个确诊到住进家户病房 之所以引起这么样高度的关注 一个是因为他是全球主要领导国 主要国家的领导人 英国毕竟是个大国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英国一开始的时候 在江神所采取 我们都把它称为佛系啊 是 佛系的意思就是说 他在三月大概上旬 英国开始有疫情出来的时候 他基本上是非常放任的 对 他甚至有讲说让大家都感染了 产生了抗体 这个疫情就过去了 但是中间会有人牺牲 所以他要英国家庭 大家要 呃 要有心理准备 你的亲人可能会有人离开你 对 他用这样的话来讲 对 结果没有想到 后来意大利疫情扩当那么大 英国后来也改变了一个做法 但是最大的讽刺 当然就是说 你既然就都不在乎 轻忽他 那么当然连他的皇室啊 查理王子 卫生部长 然后他本人 然后最后女皇还要跑去 躲躲躲避疫情等等 最大的 我想他的最最大的这个反差 在这个地方 嗯 对 因为大家完全就是 你就是你 你本来讲都都没事 对 结果你现在你 你不但有事 而且你最有事 是 而且你 陪陪你又最重要 对 而且你本来是隔离 然后隔离以后 变成送医院 医院以后送到江湖病房 是 那这个这个 对英国人来讲 一夕竖精啊 那么这当然会影响到 后面的英国的整个政策啦 英国的政治发展 我觉得这个造成冲击是蛮大的 我注意到一点 我想当然从英国来讲 他毕竟民族体制有几百年的历史啦 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不幸的话 那么是可以很容易用一个一个 他们的不管成文不成文的方式 来处理 比如说他到时候如果现在保守党 还是占国会多数 那不牵涉到改选的问题 就保守党另推党魁 也就接上去了 可是我感觉到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这个事情啊 现在在西方 特别是那几个灾情重的国家 现在这种对中国的这种情绪啊 开始有一部分的这种 所谓民族主义的导向会出来 那这里面已经有看到 包括在西班牙 在意大利 在英国 到澳大利亚 都有很多这一类的这种情绪 那这情绪就认为说 当然一个是像意大利 有些人一开始还跟英国 在G7的时候还讲话说 这个疫情是你们黄总人才会得的病 一种幸灾乐祸的 但是到了头上来了之后 他现在就是有一点 有一点这种这种迁怒 所以我这两天看到很多的外电 那么看到现在英国有不少 这种反中的这种讯息 很强烈 甚至英国也讲说 为了要报复这个中国 把疫情传染到海外 所以他们是对5G要重新考虑等等 你观察到了这种西方的疫情 在受到疫情的打击之下 所转折出来这种发泄 你看到这样的现象 有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对 因为我们都看到 就是你刚刚想看到的 就是 反中 反中就是都是你中国惹的祸 那么都 那么但中国大陆呢 也对的事情 也非常愤怒 对 那么当然中国大陆 你看到有的人说 我们中国在欠世界个道歉 有人和这话一说出来以后呢 马上就被洗版 就被骂一副你不爱国这样子 那中国大陆呢 当然也希望是能够缓和这个气氛 所以他也开始做医疗外交 他派了医疗团队 医疗器材 送了口罩呼吸器 到欧洲到世界各地 就偏偏的里面有很多问题 是 不晓得是真的问题 假的问题 反正他总是说 有人讲你的测试器根本不准 那么中国大陆就讲说 你那个根本测试的方法不对 你养本取养不对 等等 所以这个东西还会激荡 所以我们大概看到的 就是这种情绪性的东西 在这个疫情之下 有几种发展 第一个就是 你刚刚讲的反中 反正就是 变成东方西方 或者是中国人 跟世界一下子 就好像受受到很大的压力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 就是各国的 因为跟着同一类的 就是各国的民族主义 民粹 民粹 所以右派的民粹 整个起来 很多人说反移民 反难民 为什么这些人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都带了病毒来了 所以原来的这些 因为难民问题 难民危机带来的 反右旗右派 整个起来 第三个更有意思的是 有人就怪 伊斯兰的人就在怪 他说 这个是真主对你的惩罚 所以像马来西亚的 马来西亚的一些 伊斯兰的教职就讲 这个 这有什么可怕 这根本就是 伊斯兰 就是你看 你中国人 不是在虐待 这个新疆维吾尔族吗 这是伊斯兰的真主派来的战士 来捍卫维吾尔族的 伊斯兰 这个穆斯林 不通啊 他对 对其他人种的伤害更大 但是但是就是就是很多的回教徒本身 尤其是马来西亚或印尼的回教徒 很多非常激进的 尤其印尼是尤其这样讲 所以他那个还是要大大型的集会 还是要怎么样 他说那个跟我们没关系 还有印尼一个一个讲说 那我那些人是罪德 因为他们吃了 就是非清真不解的猪 比如说你吃了猪肉 所以有宗教的 有反移民的 有反中的 是 这个整个情绪爆发起来 对我后来也看到 就前两天纽约时报有一篇报导 就是讲到说 因为武汉在封城了之后 那中国大陆政府现在都讲说 我们都随时把疫情都告知了 主要的国家等等这些情况 可是现在调查出来说 武汉封城之后 美国这边从国际航班的讯息来看 中国从中国有47万人 43万人从中国到美国去 那这里头有相当比例 可能就是从湖北出来的 也就是说我们当时讲的 武汉封城之后 当时武汉的市长 前任市长被罢免掉的那个市长 有五百万人 跑掉了 先跑掉了 那这五百万人 有一些可能跑到大陆其他的省份 所以就变成是他们的感染的来源 有很多人跑到国外去了 也就是他们把病毒就带到国外去了 现在西方人在追究 这样的一个责任的问题 因为你可以看 我们的报上也看到 有些大陆人 跑到法国去什么干嘛 然后从武汉跑出来 然后还照相打卡 还上网 说我跑出来 我在这边吃这个美食 这个东西都被收出来 你不知道让人家恨死了 因为现在的 你只要流过都会有 都听得到 对啊 就恨死了 所以这很糟糕 所以这个东西 那你说他有没有 其实我觉得这很多天一半一半了 他有没有想要公布 他也想公布 你说是完全透明吗 我看也没有完全透明 也没有完全透明 所以这个问题 其实考验的全世界了 对了 当然了 现在因为疫情 已经还在发展 最主要是还在发展 等到疫情告一个段落之后 我的直觉了 各国 该合作还是要合作了 该吵架 就好好吵一架吧 就是现在疫情当中 你还没有办法 有剥开另外一只手 来处理这些东西 对不对 但是现在最 当然大家最关注 都是经济的一个情况 其实这一次 我觉得对全 你刚刚讲到的没有错 就是说 这是一个不确定性的东西 对各国领导人 或者政治人物来讲 他怎么去判断 因为他要考虑很多 他要考虑经济的问题 他要考虑就业的问题 当然要考虑疫情的问题 所以每个国家 我坦白讲 我认为我们的政府 四天延假 没有提早提醒一些 这个重大 关旅游区的人群聚集 我认为根本是经济考虑 对 我认为是经济考虑 就是经济考虑 认为说可以 稍微松一下 让大家回去出去消费 让这些旅游业 还可以有一口气 可以脱落一下经济 对 但是现在大家又担心说 那这样的话 有可能带来疫情 每个国家都经历这样的情况 但是当然 这个疫情带来的影响 远远不只是 这样的一个变化 我想学习 这个政治科学的人 都会看到 这个疫情对全球的 所谓的 这个政府的角色 它带来很大的一个变化 我们休息一下 关怀来之后 来跟碧荣兄 再来继续讨论 这个疫情过后的 全球政治风向 欢迎回到 POP壮新闻 我们讲说 这一次的疫情 那么不但对我们 每一个人的生活 带来很大的一种影响 事实上对很多国家的领导人 也都是一种冲击 我想这里面 对全球 对动众观瞻影响大了 大概就是美国总统选举 那这里面的川普 这个很多事情 他为了连任 也有人认为说 美国之所以疫情 一开始会那么轻忽 跟川普对选举的考量 是有关的 好 这个我想今天 我们先从一个地方谈起 就是最近的 这个罗斯福号航空母舰 这个舰长 他因为去把这个 说舰上已经官兵 这个感染的 那么需要靠岸的情况 结果媒体报导出来 后来果然能够让他们下船 但是他自己也被fire掉 后面好像牵涉到很 这个事情好像远远没有结束 我看还有非常多的 网络上的讨论 因为很多人在挺舰长 对 这个对川普中国来讲 可能也是一个要面对的问题 你怎么 你对这个事情的了解是怎么样 对 这个事情 其实 严格来讲 应该讲 你说军中的指挥体系 怎么会发生这件事情 是 这可以从很多角度来看 你说这个舰长 舰长 他按照川普的或者海军部的意思 就是说你事实上是可以 可以向上 你自己有管道 对 军方管道 你上面督查 那么管道 那么你晓得 而且这些人如果下船 去不管是隔离 什么 你要看当地的医疗的设备 什么够不够 就考虑的不是一个舰的问题 而是整个的医疗体系 这都是你舰长该负的责任 就对了 但是舰长觉得 你把这个人放在船上 只有越来越多人感染 对不对 你不让他们下船去医疗 这是不负责任的一个做法 所以舰长当然就把事情就公布了 跟媒体讲 跟媒体讲的事情 当然引起大华 就后来当然这些人就下船了 下船 结果这个海军部的代理部长 就很生气 他就说你这个指挥体系的问题 你这个事情 你怎么会 等于也泄密 也跟人家讲 我军打仗的时候 你们是罗斯福的航空母舰 演习四重作战 对 你跟人家讲说 我们这里面有人有确诊什么的 你等于也泄露了机密 媒体就公布 这地方说是很愚蠢的事情 后来就把他给拔关了 对 拔关了 然后后来群众不是 大家就哗然 国会议员 这个舰长 就挺舰长 连这个美国媒体也说 舰长是英雄 那事情就烧到川普了 那川普就想说 好我来调停 我来调停 因为川普觉得他是最会谈判的人 他说他来调停 结果还轮不到他调停 那结果昨天 这个海军部代理部长就辞职了 为什么呢 就是他在内部说 你怎么 你怎么是骂这个舰长 你很愚蠢 这一段 这一段的录影 流出来了 流出来了 结果 其实这个让海军的官兵就觉得说 你这个海军部长 你讲这个话 对 你讲的话 你只会更伤士气 虽然这个海军部长 也到了船上去跟那些人喊话 说怎么样 你们个人做个人的事 怎么样 但是显然还不能平息众怒 所以你看 一个舰长出来 所以你看 海军部长被下台了 然后舰长被把关了 川普还没来几调停 本来想说 他希望这件事情 对川普来讲 或对美国海军来讲 能够就这句止血了 不然这事情 其实暴露内部的 他的指挥的问题 甚至包括美国总统领导 抗议的能力 联邦政府到底有多少 抗议的能力等等 每一个都会 每一个细节 不同角度 都会被拿出来加以检视 是 好 那这一次的 疫情发生了以后 你知道最近 尤其 我想今天来谈这个问题 很有意义 就是因为今天武汉解封了 对 那美国的疫情还在燃烧 那么这里头纽约 还是美国最重要的城市 简直面临的是 不输给原来武汉的 这个待遇到遭遇 但是它的影响 当然是更大的 对 那现在美国还有其他州 包括现在像洛杉矶 这些地方 也都还在疫情 还在持续 所以呢 大陆现在开始出现一种论调 认为说这个疫情 将会摧毁掉 美国的这个世纪 所以我们讲美国世纪的意思 就是说 每隔一百年 就会有个大国出来 那么像英国在19世纪 那在这个大萧条跟两次 跟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就变成美国来领导 也过了一百年了 那现在呢 等于说这个疫情 会把美国世纪终结掉 那中国世纪就会来临了 那我想你也看到 这一类的这样的一个声音 那我们用相对理性客观来讲 不带感情来说 这可能性多大 就是看他 其实 其实啊 这么 从川普上来以后呢 其实美国很多地方 他就不再是 所谓的世界的领头羊 他也不做了 他也不愿意做 他也不愿意做 他也不愿意承担 那么多责任 对不对 付那么多钱 干什么呢 所以 所以美国在国际政上的 这个角色呢 事实上已经在改变了 已经在改变了 这是美国的部分 这是美国部分 那你说的疫情摧毁呢 其实 他对美国的经济 对美国的整个底子 这里有多少的这个重创啊 这还有在后面再看啊 是 但是有一件事情 可以确定的 就是 美国作为一个世界领导的 这个领导的能力 就受到质疑 本来应该是 美国出来带领大家 共同对抗疫情 对 结果川普的这个领导呢 连美国国内那些州长啊 都批评你的联邦政府呢 没有策略 而且前后不一致啊 所以他在国内的领导 受到质疑 在国际上的领导 更受到质疑 所以就领导位置来讲 扮演扮演领导角色 这来讲 那那当然 我看到已经有 美国历史学者 预言说 川普是美国最失败的总统 最最最最最最 最最最差劲的总统 对 对对对 这这这 这因为他太另类了 太另类了 你没办法放在美国 其他总统的一个 一个category里面去看啊 那你说美国就 那是不是中国势力 就中国就起来 变成中国 这这也讲得太快了 也讲太快了 那你说中国的模式 中国中国当然觉得说 哎 我们的经济发展 我们的抗议的模式 很多是可以学习 事实上每个制度都不一样 也也也不必啊 我觉得我觉得中国大陆 也不必马上就就 讲了这样的 极端民族主义 现在我们我们这个 如果大家都是民族主义 民粹这样子起来 发展下去 就发展化 这整个世界就整个乱掉了 对 不过最近我看到 新加坡的郑永年教授 他有一个论调 他认为说 当年啊 当年的这个纳粹啊 是右翼的民粹主义啊 的兴起啊 就是冲着共产主义来的嘛 对 对不对 冲着反共兴起 那如果把共产主义 当作是左翼的民粹主义的话 那么就是一个右翼的民粹主义 来对付左翼的民粹主义啊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现在啊 全世界开始兴起一种 从反恐中而形成的反共啊 就对中共的这个体制啊 所形成的一种排斥啊 这也是会兴起另外一股 这种右翼的民粹主义啊 而这个疫情会催化这样的一个作用 对 这个这个这个点很有意思啊 这从几个几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就是 你说右翼的右翼的民粹民粹主义 右翼的民粹主义呢 其实可以分成好多支 是是 而是那么你刚刚好讲呢 就这个礼拜一的时候呢 美国政府刚好把一个 这个俄罗斯的白人极端的 白种族主义者 也就是谁右翼民族主义者 列为恐怖组织 是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在圣比德堡 然后他就他就招佣兵 他就要支持乌克兰的什么 什么这个东部的什么 去打民兵独立啊 然后他支持欧洲各内部的 这个极右派的民粹啊 他希望在你西方战轮分裂啊 是 那这是这是过去美国把恐怖组织 都把都是列为 伊斯兰的基本教义派的恐怖组织 第一次把右派白人极端民族主义者 种族主义者 认为说恐怖组织 他是跨国的一个 好那现在这个问题是 于是会不会变成一个 不过郑永年教授讲的 我觉得是很很重要一点啊 就是中国大陆呢 过去他对一带一路 中国崛起以后 一带一路向外扩张以后 已经引起地缘政治上的一个紧张 所以不管是地缘政治或地缘经济 所以不管不管是 主要维堵 或者遏制中国势力的扩张 所以这是一个路权国家 往外扩张时候呢 海权国家就开始起来 想遏制他 所以这是从地缘政治角来看 所以中国大陆后来越发展 就觉得好像势头不太好 各地反中的势力 似乎开始串联 然后这次呢 这个疫情扩大以后呢 就发现不但是地缘政治 变成民族主义 变成你想的 这种情绪性的这种民粹 那这些民粹的一起来以后 那是另外一波的一个反共 这个国际秩序 我们就想说在后疫情时代 这些东西怎么去修理 修整这些东西 重新把这些打碎的国际秩序 重新把一个一个把它粘贴起来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从一个围观的角度来看 现在出现在欧美 包括澳大利亚的一种反黄 反黄 就说不是只有反华了 就亚洲人 对亚洲人的这种歧视的一种情况 这个现象 你觉得它会是一时的 还是说会 不会因为疫情结束就消失掉了 我觉得不会忽然消失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慢慢酝酿 慢慢酝酿 所以这个 所以你看着亚洲人 不管怎么样 就各地被歧视 或者是你戴口罩也被打 对不对 从围观的角来看 那从宏观的角来看 白人就说 都是你们亚洲人惹的祸 都是你们那边出来的 所以这种另外一种黄祸 另外一种黄祸的这种祸 出来以后 我跟你讲 就算 因为如果我们讲的疫情 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会结束 结束以后就会复发 所以可能是没有一个止境 当然没有一个止境 当然人们开始挫折 人们开始焦虑 人们开始无助的时候 就必须找一个宣泄口 找一个宣泄口 那最好就是走黄祸人 黄祸人很多 那最好找中国人 最简单 所以中国大陆这时候 你等于站在风口上 这是他必须 这是一个宿命 可是刚好有这个时候 结果中国大陆 现在的外交部发言人 找一个战狼的 对 要走战狼式的外交部发言人 这样的一个走向 对中国的大外宣是好是坏 实在是很难说 我们休息一下 POP壮新闻 欢迎回到POP壮新闻 我们刚刚讲到说 这波疫情 现在在西方社会 那么引起的一种 迁怒式的这种反华 反亚反黄 这样子的皇后论 新皇后论 那这当中 中国当然是首当其冲 很难避免 因为刚刚讲到说 现在各种的 对中国的所讨的一些声音 所以要求他赔偿等等 但是当中 我们看到中共的应对 据路透报导说 这个赵立坚 这一位中国的所谓的 这个鹰派的发言人 所谓的战狼式的 这个外交官 据说是习近平鼓励的 那么下令要的 但是他在西方引起的反应 似乎是 不会是中国所理解的 所以我甚至认为说 赵立坚这些言论 会不会是为了内宣的需要 我想多少有一点吧 因为赵立坚的讲法 不是贤立坚 他跟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 后来崔天凯帮他远了 帮他远了 一开始的时候 人家说崔天凯跟赵立坚 黑白脸 那是你是黑白脸 还是说你到底怎么样 其实黑白脸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在外交上看 理论上 他在于他是外交部的发言人 不是随便乱讲的 不是代表个人 当然也不是自己情绪性的情况 所以他每一个话 尤其按照中国大陆 这么严谨的管控情况下 都是上面算过的 什么时候我派个鹰派出来 什么时候用歌派出来 什么时候凶 然后什么时候缓和一下 他其实有节奏的 所以我就觉得 就看赵立坚这样讲以后 我们很直觉想 那你下一步 你准备怎么收 你的局势怎么下 对 不过你刚讲的大外宣 这也很有意思 我们以前都是觉得说 中国大陆 你的这个宣传做得很好 对不对 你不是渗透很多媒体吗 那假如我们接受这个论点 那他的这个宣传做得很好 很多媒体 就是把毛泽东讲 把全世界管起来 真的 那你宣传的很好 应该全世界都很喜欢你才对 可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子 结果情况不是这样子 那就表示他宣传不好 对不对 你只是当他宣 所以你不发现 大家的评论有点矛盾 中国评论 中国的威胁 他的宣传好可怕 渗透的多厉害 多厉害 应该每个人都帮他讲话 对 你就后来马上不是啊 对 就是说一边讲说 中国的渗透多可怕 锐实力嘛 他一边又很突出的讲 其实他在西方社会 大家都很讨厌他 对 这两个是很矛盾的 那如果都很讨厌他 他有什么锐实力 有什么需要害怕的 那是西方的评论矛盾 还是中国要去检讨 他也花了这么多钱 这么多心力去做宣传 为什么这个宣传的效果 不如他所一起 不过这个当然 这一部分的争辩 我觉得都还会再继续 倒是另外一个现象 我们看到从日本 今天开始实施的七个 包括东京大阪的 七个城市的紧急状态的处理 你会看到说 这一波的疫情下来之后 这个大政府的角色 越来越理所当然 然后这个所谓的 特殊状态的一个处置 也越来越多 我们台湾自己也通过 一个特别法 对不对 那特别法 其实几乎是给行政部门 一个空白支票 那您意气说 这样子一个风潮 跟疫情 它会结束吗 还是说 回不来了 也会回不来了 我觉得很多事情 都会改变 你刚讲到一点非常好 就是每一次选举的时候 其实都有大政府 和小政府的辩论 到底说 那我们中国人 我们在台湾 我们事实上是很矛盾的 一方面我们以前讲了 大有为政府 对以前喜欢宣传 那就是大政府 大政府 然后我们也觉得 政府管太多 民主化之后 我们又希望小政府 可是他碰到事情 政府不出来 我们说 你怎么不出来 马英九以前站在后面 你怎么宅男 那你他什么都出来 你怎么管那么多 所以我们也在 大政府小政府 这边摆当 那结果现在 第一个就是 你从大格局来讲 那就是大政府 大政府 然后你如果就是 民间企业 跟政府的关系来讲 这也发生质变 你看各国都是说 希望大家给 发钱给企业 给老百姓 那就是说 你这个企业 你最好不要裁员 不要裁员 尤其从德国 什么些 像各国都是这样子 不要裁员 不要裁员 就薪水 百分之多少 公家来出 那我问你 你本来是民间企业的职员 这就是国营 你是民间企业的职员 你的薪水 75%是公家出的 那你跟老板什么关系 你跟国家什么关系 是不是 所以国家 跟民间企业的关系 开始改变 大政府小政府关系 开始改变 这就是大格局 那些个人的话 每一个政治人物都想 哇好爽啊 很多的政治斗争 就可以开始 暂时停摆了 然后开始 他就各种的方式 可以巩固他的权力 权力越来越大 对不对 权力越大 权力是一个春药 让人当人麻醉 当人很嗨的时候 你认为疫情过了以后 这些人会很轻易的 就把权力放出来吗 不是那么容易的 所以不管是 对国内政治来讲 对整个民主体制来讲 或者有人讲说 从签一个涉约论 你知道吗 社会契约一样 你政府跟老百姓 什么关系 这些东西 通通面临重整 等你痛定思痛 你开始想 假如疫情慢慢过了 大家开始响盯了 响盯了 我们开始恢复正常了 疫情又来了 那样的时候 是不是又重来一次 所以说会不会指 我觉得 有的时候 这真的是对 让他一个失联 我们做一个租心之论 所谓的涌寇至重 那对政治人物来讲的话 最好是一直疫情 处于这种抗疫的状态 那我永远有这样的权力 可以把握住 永远是一个 包括说选举也可以不用选 或者说延后选 什么等等这些 都变成很有正当性 对 所以就有些人就被牺牲掉了 所以你现在反过来讲 你看川普 川普本来他就说 他没有动员 没有引用国防生产法案 把民间企业 把它征兆过来 说制造医疗设施 对 州长说你要做 你要做不够 川普说你要晓得 这叫做国有化 国有化之后 这个后果更严重 我们想出来治疗的方法 结果造成伤害 比基本本身更严重 川普还这么清醒 还不容易 更严重 他本来一直不要 一直不要 不行你一定要 所以他只有折衷 好了 那只有政府发包 给你民间企业 你们来做 怎么样 这些州长们说 这个东西不够 你联邦政府不行 所以你看 美国联邦政府 跟各州 跟地方政府中间 也发生冲突 其实我也发现 台湾也有类似的 一个很矛盾的现象 我们的地方政府 县市长 蓝颖现在执政的居多 这次疫情当中 我看到好几个蓝颖县市长 一再的要中央 赶快做紧急处分 颁布紧急命令 我现在想说 你有没有搞清楚 紧急命令颁布了之后 权力都在这个 执政党的手上 一点不错 变成在野党 要呼吁 要求 逼迫 促请 执政党 要赶快颁布紧急命令 这个也是一个脑筋 一个逻辑的 我想 他本来也许 他本来也许 蓝颖的意思 也许就是说 你现在很多命令 你名不正 言不顺 你很多事情 你这个 这个没有法律基础 那你那就是滥权 你要不然 你就发布紧急命令 不然 你就不要这样滥权 那那政府如果说 好啊 那你叫我发布 那我就急性命令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问题 但是你也认为说 他 但是我的意思说 那这个完了之后 疫情总会结束了 但我不知道说 会不会以后再来 但是 这个你确定也认为 说他的确会改变 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一些 政治运作的一些 一些样态 所以现在这里面 更有一个意思 就是说 你看因为我们刚讲 充满了不确定性 对 所以很多决策 就没有所谓叫理性抉择 什么叫理 没有理性 比如说像美国 他发了两兆的纾困 为什么是两兆 我们不是三兆 对不对 那到底钱给谁 谁来负责的钱 所以我告诉你 每一国的 他采用每个政策 其实都是谈判出来的 是 各股势力互相谈判 那只要有谈判 有互相的碰撞 然后就会有新的英雄会出现 有新的赢家会出现 那所以这时候 那这个就会影响到 后疫情时代的一个政治地图 这样的变化是我们大概眼睛都可以 可以看得到的一个发展 但是当然 我觉得对一些非常强调 所谓的就是说自由主义的人来说 目前这个发展一定是新所谓伪 一定有很多的担心 对 这个一定的 好 非常谢谢刘碧荣老师 今天非常精辟的讲评 那节目最后 跟大家预告一个活动 那这个是由龙应台文教基金会所主办的 他们会在这个礼拜六四月十一号 有一场2020年的司沙龙 第一次的线上论坛 标题叫做 艰困时刻思考自由主义 我的悲观与乐观 那么这是由中研院人设中心 见证研究员钱永祥来主讲 那由端传美台湾组的主编 何欣杰来主持 那我想主要的是针对 这个冷战结束之后 西方本来是一片乐观 但现在到21世纪 现在最大不确定是 自由主义还有未来吗 近年来有非常多的 全球和多民主国家 屡屡选出民粹型的领导人 这个对自由主义 当然也是一种威胁 这一次的疫情 我想影响会更大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这一次论坛 是改用线上直播 那么听众朋友 如果对这个活动有兴趣的话 可以上农业台基金会的官网 来关注 那么或者也可以到 这个 这个信民传播协会的官网 来看 这个活动都可以来了解 我想在这个时候 我们除了关注疫情 也好好来思考一下 整个制度的一些问题 好 再次谢谢刘碧龙教授 谢谢 谢谢听众朋友 您的收听 POP状新闻 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 那么明天见 感谢听众朋友